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创造你的精彩人生 2021年东京奥运体操安玛项目的 银牌得主李志凯 在电视节目中受访的时候 他说到自己其实是苦练型的选手 从六岁开始接受体操训练的他 在国松址发现 有人练习三到五次就可以学会的动作 他可能要练习一个礼拜 甚至是两个礼拜才能够学会 而谈到擅长的汤马斯回旋 李志凯说都是教练在一旁用手扶住我 亲手帮我抓出来的 练习出其教练领域性现身 因为怕李志凯在练习的过程中 掉落会危险 所以会在一旁像教小孩学步一样 一步步地帮他抓出正确的知识 领域性教练说 这一定要他很信任教练 才有办法完成这个动作 除此之外 教练还以影像记录每一次李志凯练习的过程 透过回放影像 告诉他动作还有哪些缺点 让他做出调整了 在几次大型的国际赛事中 李志凯因为紧张而失常被淘汰 教练便在训练中心架设舞台 并找来全训练中心的人来看他练习 来这样模拟大型赛事的氛围 为的就是要让他正式比赛的时候不确场 因此尽管教练很严格 但是李志凯仍然显然愿意继续跟着教练来苦练 而当有人问教练说 当初为什么选择李志凯时 教练回答说 我教了蛮多小朋友 天才行的 我遇到了很多 可是他学会了 他就懒得再练了 而往往在大赛中就会失败 反而李志凯不是天才型的 他会一直练到成功为止 亲爱的朋友 故事中的李志凯 虽然不是天才型的选手 但是这却让他是自胜的关键 正因为知道自己的不足 让他更努力练习 相信教练为他安排的每一项训练 而林玉信教练也正是看上了李志凯这样的认真的态度 在圣经中也有一位这样认真依靠神的人 名字叫大卫 相较于他的哥哥们 大卫的身材并不高大 还是个没有背景 没学历的小牧童 当先知撒木尔来到大卫甲 要按照上帝的指示 选择一位新的国王时 首先看上的是大卫的哥哥们 但上帝却对撒木尔说 不要看他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最后上帝选择了大卫 而大卫后来因着坚定的依靠上帝 一步步的在上帝的带领下 从一个平板的小牧童 成为了骁勇善战的国王 亲爱的朋友 上帝非常的看好你 上帝看见你的努力 看见你里面的潜能 上帝看重的不是我们的外貌 而是我们里面的态度 不论我们自身能力为何 今天当你愿意选择 依靠上帝的时候 尽管你有许多的不足 上帝的恩典 仍可以弥补你在其他方面的缺把 而帮助你活出更加美好 又宽阔的道路 而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卫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